泱泱和卢廣仲看似疤肝子打不着鞭 不过自从卢廣仲和木耀4超完合作后 双方似乎建立起不一般的交情 时报周刊CT1日前直击两人在木耀聚餐前先私约一起现身 饭局结束后众人鸟受散 泱泱先回家一趟后竟又回头溜进了卢廣仲家 泱泱和卢廣仲在饭局后各自搭车离开 表面看似无交集 事实上泱泱搭车回家后在家休息了约40分钟 4点14分 他穿着原本的衣服出门 手上多拿了一个纸袋 10分钟后抵达大安区某住宅社区 令人感到讶异的事 这个社区正是卢廣仲家 回想中午他与卢廣仲进餐厅前的眼神交汇 忽然间有了一种奇妙的顿悟 莫非两人私底下也有连结 泱泱在社区门口与管理员打了招呼便直接进门 看起来似乎对当地环境并不陌生 后续未见木耀寺超完其他成员抵达 对于泱泱独自赴卢廣仲家带整晚仪式 卢廣仲经纪人表示 有合作拍片 聊得很来 他有一起加入朋友聚会 谢谢关心 而泱泱经纪人已读未回 至结稿前未能回应